來看我們臺灣地獄的這個保育林的 東部臺灣追陸過期分佈的 所在是在海北兩千公車 以上的山區 不過農民會比對發言說 有這個亞生的族群 現在有陰會比較下臉的這個山區的分化 不過是比較緊的 今天人有穿衝 外面指標上風 可以看到一隻董不停留 有時尊阿頭在吃草 這是歷行中心中海北七晚上的 也不是去避免的 下廣 廣州臨外的現場 旁邊有牆壁 白色物 在那種 山羊花 鴨鵬 鴨鵬的藥魚也會吃過 較緊就是臺灣水落 水落的出現也好用 這幾年來 用戶裡面 自動送機 更常常避免 水落的出生 後 他的族群數量 有逐漸恢復穩定的趨向 七晚上是在高雄藤枝地窟 二十多年前開始 涉及主動送機 等級鑑出生態 初期常在海北一千八百公斤 以上發現水落 這幾年來 又常常在一千六百公斤 以後看到 現時中海北的 續滾有翁給海北 團的現場 目前續滾 慢慢的回復 雖然在高雄 但二十三 多年興起之後 其實也增加人和動物 會接觸到風險 臺灣水落的是臺灣 特幼阿中保育類 原生最大型的超食動物 早前臺灣都有 分佈在海北三百公斤 以上 算是因為 出色地破壞 林維拉布 素量大減 常含在兩千公車以上的山褲 這幾十年來 當時保有有專機 特性重心提倦 接下來人到動物的衝突 可能會發生的意外事故 都是需要 進一步時刻的重要課題 記者 林晉米丹昌 為一代爆破的